李俊浩日前凭借衣袖红香边深情帝王李一圈粉无数,迎来了演艺生涯的巅峰,除了影视作,剧本街道手软,许多代言品牌广告等也积极向邀约中。 前阵子俊浩才刚接下Subway的代言,近日又传与惠丽一起成为达美乐披萨广告模特的消息,少粉丝打趣里与德善相遇了。 Photo from 达美乐披萨广近日表示,歌手兼演员的俊浩和惠丽被选为2022年。 告代言人,多张形象广告照也随之公开。 照片中,人都穿上了达美乐的制服,化身披萨外送员。 如真的有这么帅这么美的外送员,小编愿意天天披萨来吃XD Photo from Photo from 达美乐品牌方表示, 通过持续的自我理合努力成为大事演员的俊浩,形象与为顾客公最好的比萨,不断努力的本公司形象很相符,以选择他作为代言人。 另外,为了以更加亲切,与个形象亲近顾客,在各种综艺和电视剧中一开。 形象备受喜爱的惠丽也被选为了代言人。 Photo from 达美计划通过此次代言人的选定,不仅巩固高级比品牌的形象,也让大众更加熟悉,从而吸引所有零层。 品牌相关人士表示,俊浩和惠丽很符合达乐比萨的个性,今后达美乐比萨将与新模特一进行多样的宣传活动,希望大家多多期待。 Photo from 郡浩及衣袖红相边里一脚爆红,与李适荣饰演的女成得认被封德CP。 巧的是,惠丽的最出名的代作就是请回答1988成德善,名字与我们德认只差1。 字、笑、不少粉丝也打去郡浩与惠丽的组合式里。 遇上德善,也是德CP那XD更多相关文章里郡浩评。 衣袖红相边晋升阿吉南演员。 剧本《街道手软》,片酬长至上亿李俊浩粉丝见面会嘉宾是宋仲基。 12年,有无缘合体文森佐,最想合作眼亲兄弟坚持用2PM。 俊浩打招呼,无名时期曾痛苦对团体没贡献,现终于迎来俊浩的季节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。